小鹿妹妹,我很瘦,你不要害怕 那一次被指着骂鬼骷髅和丑八怪,也让孙宝倩伤心了很久 苏小鹿对着孙宝倩微微一笑 宝倩姐,我不会害怕的,等你病好了,你就和我一样了,你只是生病了吗 孙宝倩很紧张,她比孙宝善还要紧张,身体甚至有些发抖 宝倩姐,你知道吗,我还有一个姐姐,我看见你就像是看见了她,她对我可好了 苏小鹿说起了苏小灵,孙宝倩的注意力被转移了,渐渐的也就没有那么紧张了 她没有朋友,听苏小鹿说起那样一个人,也不由得再想象,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不知不觉的,她的身上就扎了许多人 等孙宝倩回神一看,她就明白了苏小鹿的善意 最后一针,一样是扎在无名纸上 小鹿,谢谢你,有机会我一定要见见你姐姐 如果她不嫌弃我的话,我想我会和她成为好朋友的 一定会的 孙宝倩归房里有书架,上面许多书 想着自家姐姐是喜欢学知识的 如果她认识孙宝倩,两人性格相投,一定能成为好朋友的 婶婶你来了,正好到你了 连世眼眶微红,她来了好一会儿了 苏小鹿对孙宝倩情绪的照顾,她都看见了 让她对苏小鹿的好感又增进了很多 连世神色温柔 看着苏小鹿一针针的落针,没多久就扎好了 婶婶,一会儿你觉得小肚子暖暖的时候就叫我 好,你累了吧,靠着休息会儿 我不累,你们休息一会儿,我去我师父那边看一看 那你慢慢去 苏小鹿活泼极了,跑着便出去了 苏小鹿跑到了边上的院子里 师父,我来了 苏小鹿喊了一声就进屋了 孙伯承和孙子谦都脱去了上衣 前胸后背都扎满了引针 看见苏小鹿进来,两人是有点尴尬 但这尴尬才在心里起 就被五老头一句话打消下去了 丫头,来看看 此针法可会 苏小鹿靠近观看 她摇摇头 嗯,我不会 孙伯承和孙子谦父子并没有不适之感 苏小鹿看了都觉得神奇 五老头让苏小鹿好好看 直接上手亲自教 苏小鹿拿了银针,看准学位一针下去 孙伯承撕了一声 苏小鹿又取出针来 力度要重,要更快,再试试 至于把孙伯承孙子谦父子当靶子 哼,五老头不会觉得不对 他只会觉得这是他们的荣幸 苏小鹿用心地学 一次,两次,三次 就能扎得和五老头一样了 丫头厉害 以学就会 来,剩下的你来入针 苏小鹿点头 二话不说,取了针就是扎 孙伯承和孙子谦都看呆了 他们不敢质疑 只在心里暗自感叹 实在是太优秀了 师父,我先过去取针了 去吧 针法共有一百套 趁着这个机会 每天教你一套 好